美国华府独立日游行 为美国而骄傲 国际热狗大赛 男女冠军蝉热狗王宝座 融入美国社会 纽约华人移民烤肉庆独立日 纽约华国区地检官竞选 现逆转凯茨领先 您好 欢迎收看今日大女新闻 今天是7月4号美国独立日 也是美国建国243周年国庆日 首先祝您国庆节快乐 美国总统川普举行了向美国致敬的活动 还举行了月宾日式 并且发表演讲 稍早在首都华盛顿DC和来自于 全美各地的民众 他们以上代游行 揭开了国庆节活动的序幕 今天是美国243周年国庆 在华府从早到晚都有非常多的庆祝活动 而白天的活动还是以游行为主 上午在游行始发点国家档案馆前 人们冒着酷热天气满怀兴奋 聚集在路边等待游行庆典的开始 心里很喜悦 就是参加这么一个盛大的游行 然后可以给美国人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 11点45分游行启动 警队摩托车开道 后面是各军种仪仗队 以及华府警校学生 丰富多元的游行队伍来自全美各州 展现出美国不同地区和各族裔特色 今年也是川普执政后第三个国庆日 美国在政治 经济 军事 外交和文化各领域 都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变 并向传统价值回归 我们很期待 for Mr.Trump he's trying his best to do everything he can for our country unfortunately he's meeting a lot of resistance from the other party I just wish they would kind of work with him we love what he's trying to do for our country he's trying to make our country a strong and you know abide by the law I like the direction the country's going the freedom that people have to say what they want to what they believe 今年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和花车队再度成为游行亮点 天国乐团身着古典的中国唐朝乐观服饰步伐整齐 演奏了法轮大法好 神圣的歌 凯旋等多首乐曲 受到沿途民众欢迎 7月4号独立日是美国一年当中最具爱国精神的日子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有关美国独立日的故事 庆祝独立日 美国人通常会在户外悬挂美国国旗 星条旗上红白蓝三色是当天的主题色调 独立日游行则是各地主要的庆祝活动 今年美国首都的独立日大游行从中午11点45左右开始 全美50个州都有队伍参加 军人方阵 军乐团 山姆大叔 还有庆祝蛋糕是必备元素 烧烤 吃热狗是独立日家庭聚会必备 各地还有吃热狗大赛 比赛中谁吃的热狗最多 谁就是最爱美国的人 美国人在独立日这天对热狗的消耗是全年之罪 而喝啤酒看烟花可以作为一天庆祝活动的精彩收尾 这项传统始于1777年 费城燃放了13响礼炮 代表美国最初的13个州 包括纽约 宾州 维吉尼亚州等在内的13个州代表 在1776年7月4日发表独立宣言 正式宣布从英国独立出来 独立宣言可以看作是美国的出生证明 独立宣言 从这字面上咱们就可以看出来 它说的是独立 就是要告诉英国人分家了 它也告诉了全世界一个全新的国家理论 那就是国家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公民的自然权利和自由 人人生而平等 人具有不可剥夺的生命 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政府必须经人民的同意而组成 政府因为人民幸福和保障人民的权利而存在 人民有权起来革命来推翻不履行职责的政府 最初签署独立宣言的13个州的56名代表 被后代称为美国的建国之父 川普总统在本周依旧宣布 今年的独立日庆祝将是规模空前的一次 川普在林肯纪念堂前的国家广场举行阅兵仪式 并发表演说可能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 独立日清晨 川普就发推文 推广这个名为向美国致敬的庆祝活动 下午两点左右 川普再发推文 表示与大家不见不散 推文说 看来不少人已经前往林肯纪念堂 准备参加向美国致敬的庆祝活动了 确实是值得一去的行程 晚上六点见 新唐人记者李兰综合报道 在纽约这边 美国国庆日 也就是独立日这一天 纽约的历史学会博物馆还原历史时刻 首次展出了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 乔治华盛顿作战帐篷的1比1的复制品 7月4日 美国独立日这天 纽约历史学会博物馆的庆院 仿佛回到了18世纪 穿着传统军人服饰的角色在庆院中穿梭 民众可以自由与他们对话 博物馆今年首次展出美国独立战争时 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作战指挥帐篷的1比1复制品 供人们参观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 乔治华盛顿担任总司令 带领大陆军在主要的17场战役中 对抗英国军队 我们现在所在的帐篷是完全还原自 当时乔治华盛顿作战用的指挥帐篷 那在我旁边这个是他的写字台 一切都是非常的简易要方便携带跟移动 这边呢是他随身携带的提包 里面有他平时喝水用的水壶 那桌上呢有一些他的信件 书籍和工作日记等等 那除此之外呢来到这一边在我的身后 还有他平时睡觉休息的地方 一切都是还原自当时的景象 最终美国在1783年 与英国签订巴黎条约正式获得独立 草坪上人们唱起新条旗 美国国歌 博物馆内如往年举办了一系列活动 包括让孩童们DIY做指责的传统三角帽 新唐人记者王于赫 唐晨纽约报道 纽约庆祝独立日的传统活动呢 就是国际吃热狗大赛 今年的热狗王的宝座 由上一届男女组的冠军 轻松的参联 称霸热狗王宝座的选手 不仅可以领取金腰带 每人还有一万美金的奖励 带回了家 我们现在是在康尼岛的 吃热狗大赛的比赛现场 今天的天气有些炎热 但是现场已经挤满了 前来观看比赛的观众 主办方预计 今年现场会有三万五千的观众 进行现场观赛 绰号大白鲨的上届冠军 35岁的切斯娜 一出场便引起现场粉丝的欢呼 3 2 1 开始 比赛一开始 切斯娜就飞速领先 如同机器人一般 一根根热狗轻松滑下肚皮 不到五分钟就吃下了 40多个热狗 最终切斯娜以71个热狗的数量 击败了参赛的17位对手 比第二名选手超出21个热狗 轻松夺冠 这是切斯娜第12次 称霸热狗王宝座 不过并未打破自己在去年创下的 吃掉74个热狗的记录 女子组的比赛竞争激烈 最后日益选手米奇以31个热狗的成绩第6次产联冠冠军 而第三名则是由华裔李慧和莱内克以23个热狗的数量共同获得 热狗可谓是美国的国民小吃 今年的国际吃热狗大赛 有35位来自各国的参赛选手 电视机前约有上百万观众观战 共同以此庆祝国庆日 除了欢乐也有温情 主办方今年也继续向纽约市食物银行捐出10万个热狗 新唐人记者宇婷奥利福 纽约报道 在7月4号当天 纽约的华人移民也聚在一起 用美国人传统的庆祝方式烤肉 来庆祝美国国庆 并且分享他们移民美国多年以来的种种感受 在美国国庆这天 很多华人欢聚在一起 入乡随俗 选择在家举办烤肉派对的方式 邀请亲朋好友三代同堂 庆祝美国243岁的生日 办这个活动我差不多都办了二三十年 只有有几年我不在这里 所以就没有办 建国这两百多年来 我们身为一个华裔 进入美国的国度里 我觉得也非常的荣幸 特别邀请了我们很多 从台湾来各地方来的华裔人士 来这边庆祝美国的国庆日 来美数十年的老移民表示 美国拥有巨大的民族包容性 同时许多传统价值 也与华人不谋而合 当然有不一样 但是也有很多一样的 就是说基本上大家 这个家庭的观念 对国家的这些东西 大家基本上是一致的 就像中国人说的 就是说要好的交情 要起家才能够治天下 趁着这一天 我们能够也可以回忆一下子 世界这个大熔炉的伟大 各族裔能够融合在一起 一方面感激 这个美利坚共和国的 也更要怀念我们中华民族的根 所以说我们能够 很多的亚裔都聚聚在一起 华裔移民也感受到美国团结 自由 尊重人权等价值观 不仅让他们感到骄傲 也让世界各国向往 这是一般美国人都是很实在 这是我认为的最重要的 就是什么事情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是怎么样就怎么样 这个是我认为美国人 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一般的印象觉得美国 好像政治上 或者是各式各样吵吵闹闹的 但是其实在这个国庆日 大家都是 就是基本上是一条心的 就是美国嘛 大家也很庆幸住在这个地方 而且大家享受现在的和平 美国建国这两百多年 实实在在 这真是一个世界的奇迹 它的民主 三权的独立 让我们各世界各国的 这些国民都向往 新唐人记者韩瑞 纽约报导 庆祝的同时 大家要注意了 国庆假期的期间 纽约州全州将严打酒驾 锁定鲁莽驾驶和分心的司机 纽约州长库默宣布 国庆期间未确保公路安全 一直到7月5日星期五 全州将严打酒驾 警方将在多处设置酒侧零件 同时加强巡逻 锁定开车使用手机和其他电子装置的分心驾驶 便衣警员也将出动 隐藏在一般车流中执法 去年的国庆周末 纽约州警局就开出了超过一万张交通罚单 逮捕了216名驾驶人 并调查了165起车祸 其中有4起是致命车祸 酒醉或用药后驾驶被逮捕将面临超过一万美元的花费 包括律师费用 罚缓 法庭费用 汽车脱掉和维修费用 保险费用 还可能被吊销驾驶执招 新唐人记者王于赫 纽约报导 为了欢喜美国独立日 全美国各地都能够看到璀璨的烟花 不过在纽约市 私人燃发烟花 是否是合法的呢 来了解一下 烟花划破天际 带来稍纵济世的美好 但在纽约市伍达区内 任何消费者使用 购买 出售 以及运输烟花都是非法的 也包括手持烟火 被逮捕的民众根据拥有料 面临违规或清罪处罚 市警察局表示 违规者的车辆或被扣押 公司也可能面临关门 而举报违规行为的市民 最高可获得1000美元的奖励 目前在纽约市内 有许多授予许可证的烟花表演 民众可以在311官网查询观看 切勿自行燃放 纽约市卫生局也提醒市民 小心烟火危险 在2017至2018年间 纽约市共有38起 与烟火相关的急诊事件 包括4起住院治疗 其中15至24岁的就诊者超过20% 而所有烟火相关的急诊室就诊事件 将近70%发生在7月2号至7月8号之间 新唐人记者宇婷 纽约报道 之后带您看到 纽约黄河区地检官竞选 出现逆转 凯茨领先 欢迎回来 纽约今年黄河区地区检察官的竞选 备受瞩目 在初选当晚 民主党参选人卡班宣布胜选 但是在缺席选票清点完毕以后 选情出现了逆转 6月25号的初选日 民主党参选人持激进左派 政治观点的卡班 以33814票 领先凯茨1090票 列居第一 卡班当晚宣布胜选 但凯茨并不认输 表示要等待缺席和手写选票 都计算在内再看输赢 周三晚间 6000张缺席选票清点完毕后 选情出现逆转 凯茨以20票领先卡班 由于票数太接近 按惯例很可能会重新计票 但凯茨在周三晚间就宣布竞选胜利 他在声明中说 非常自豪被选为皇后区地检官的民主党候选人 卡班竞选团队则表示 等待重新计票结果 纽纽市竞选委员会对这一选战拒绝发表评论 在11月的普选中 民主党胜出的参选人 将与共和党参选人丹尼尔可汉一决高下 曾连任六届原皇后区地区检察官 理查德·布朗五月离世 留下职缺 这次民主党有六名参选人参加初选 凯茨和卡班选情胶着 备受瞩目 新台记者安心 纽约报道 广受社区好评的法拉盛农夫市场 7月3号再次回归凯西纳大道的枫叶公园 为社区民众带来新鲜采摘的有机本地蔬果 一年一季的法拉盛农夫市场 于7月3日在凯西纳大道的枫叶公园开市 主办单位宣布 从即日起到11月27日 农夫市场每周三上午8点至下午3点 为民众提供新鲜蔬果和健康养生宣传活动 据介绍 所有在场销售的蔬菜水果 都来自距离本社区数里之内的农场 所以非常新鲜 民众如果用粮食券购买蔬果满5元 还可获得2元的优惠券 相当于40%的折扣 新潭记者唐成纽约报道 南加州发生6.4级地震 多处有震感 欢迎回来带您关注周四早上美国南加州发生 在洛杉矶市中心可以明显感到摇动 可以看到建筑物来回摇摆至少几秒钟 有酒店受到严重损坏 之后又至少发生了四次大的余震 美国总统川普随后发推文 全面了解了南加州的地震情况 一切似乎都在掌控之中 洛杉矶国际机场对外发推文表示 飞机跑道没有受到损害 运行正常 截至发文没有发现烟地震造成的人身伤亡 镜头转向香港 香港7月1号无数5万人游行当晚 发生示威者短暂的占领立法会的行动 期间警方突然全部撤退 外界质疑是港府社局 熟悉中国事务的资深评论员程翔表示 看了当晚片段之后 很强烈感觉是国会纵火案的翻版 最后网上有很多人挪跃很多疑点 质疑是当局一石三鸟之计 第一就是用这个立法会的事件 去证实有所谓颜色革命 有所谓外国要利用香港去颠覆中国大陆 第二就是要坐实有暴动 使得他们的武力振振有词 第三就是要分化200万上街的人 使他们不要再支持青年学生 晋慧大学科系教授吴明德 也质疑警方的行动 我们有100万人200万人的示威 也都试过612大家警察的对抗 又不见你612警察对他们这么仁慈 又不见你当时见那些示威人士 在那儿冲击的时候你收回 那为什么今次你又会收回呢 另外警方就7一早上 在立法会大楼一带的暴力事件拘捕了12人 包括11男1女 几乎14到36岁 新唐人记者林秀怡在香港报道 煤气百货独立日烟火秀 闪亮布鲁克林大桥 欢迎回来 今年第43届的煤气百货国庆节烟火秀 时隔5年从中城的东河再度回归 布鲁克林大桥举行 今年的煤气烟火秀 在晚间9点20分左右如期登场 主办方介绍 今年的烟火秀睽为5年 再次回到布鲁克林大桥下燃放 为美国242岁生日庆贺 今年有超过7万个烟花 在东河17号码头到布鲁克林大桥之间的 四艘船上点燃 燃放约半小时 精彩程度超过去年 烟火绽放28种不同的颜色 今年增添了5款新的烟火造型 还有1600英尺的银色瀑布烟火 在桥上洒落 相当壮观 新唐人记者韩瑞 有约报导 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大纽约新闻 祝您国庆节快乐 再次回咱俩 再次回咱们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